不知道我要讲那些事 oh shit 我跟你们讲我该哦 又去看了一下食谱 原来它不是打整粒鸡蛋下去 它只要黄蛋而已啊 这样不吃鸡蛋 大家来看我会不会翻车呢 Hello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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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又要在我的厨房了啦 然后呢 我最近就看到一个食谱 就感觉非常简单 然后又好像很好吃这样 叫做牛 冰冰冰糕 那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材料 有啦 那我们明明就来看看 这个东西怎么做的啦 Let's go OK 这次所需要的材料也是很简单 首先就是 起司 然后糖 这个是玉米淀粉 然后牛奶 后面的是牛奶 然后还有两粒鸡蛋 OK 现在我们就要来准备一个锅 给它们混合起来 煮起来吧 Let's go 现在我先开火 然后呢 就先放这个牛奶 OK 又跟上次的那个标准 这个一只牛奶是一个liter 一只牛奶是一个liter 所以我就放棒子下去 要去500ml 因为我们要用到的牛奶是500ml而已 然后把两粒鸡蛋 OK 大概这样了 然后把两粒鸡蛋 OK 再来就是这个玉米淀粉 然后呢 玉米淀粉是要35克 其实我也是大概大概要我加粉 但没有那么称 上次你们讲我的15克预计到太少了 现在就放多一点 现在放多一点啦 反正这种淀粉的东西放多一点 两本事情的瓜 最后就是白糖 白糖 那白糖的话 我也是一细次给它下 一勺吧 好 就这样 然后跟它搅拌均匀 特鞋给你们看 它的texture就变到好像有 刚才我煮了一下 然后它的质地就变到这样 让你们从镜头看不出来 它就有点黄黄的 然后有点绵绵 现在我就要把那个姿势片放进去 先关小火 OK 姿势片 1片 2片 2片 现在继续来烧烤 好像越来越粘这样 我感觉这次我不会翻车诶 好香的cheese味 不知道我要搅到起司诶 我记得食谱上讲你要搅到它很浓稠就可以了 这个应该不算浓稠的 还是因为我的玉米淀粉就放不够 它终于有一点点黏黏 它终于有一点点黏黏 一点点 好大一股味道 我给你们脚该哦 又去看了一下食谱 原来它不是打整粒鸡蛋下去 它只要黄蛋 所以如果你们要做的话 就拿那个蛋黄就好 不要像我这样去缠那个蛋白进去 所以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有缠的蛋白的味道是怎样 嗯够了哦 可是它是有粘稠啦 我是不打算再做了 因为我只有这个牛奶而已 然后我牛奶已经用完了 现在我先倒出来 然后再放进冰箱冷藏 OK我已经把它倒进碗里面了 然后我刚才是真的不记得了 我可以打那个蛋白进去 然后我就跟它倒进去了 呃不要理它啦 我们先放在冰箱五个小时 看可不可以吃啦 就这样 OK五个小时过去了 然后现在我就要打开冰箱 看它在上面那边 哦 哦 哇 滅了一个 这个硬到这样我要把它放去盘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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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is this man what is this 为什么人人的人家都是美美的 我要讲这样 这是啥啊 你告诉我啊 我一吃而来 我感觉我又翻车啊 这个是什么东西 mikä 这个是什么东西 铁铁铁啊 还有白蛋 就是不应该把白蛋泥去的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放了白蛋 就跟大家讲 哟,很丑耶 我还以为这次又可以吃到好吃的 我们拿出去试 OK,很明显这次又完成了 不明白为什么会做到一撇这样的东西出来 可能是我脚蛋白啦 可是我真的想做成功这个耶 因为就是好像很好吃这样 所以我想过后我再做多一次 那我们现在来试吃味道先 讲不出耶 好像 mash mash的蛋 鸡蛋 我吃不出有cheese的味道 可是就是有鸡蛋的味道 我是觉得这个啦 他没有上次那个这样难吃 上次那个传来蛋糕就是很难吃 这个不会难吃 可是 因为它的shape太奇怪了 人家做的是那种一搞一搞cake 你看我的 基本就 cake不像cake那样 然后 它味道啦 我可以讲 你要吃进度只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就不是我想要的味道 它其实是有甜味 然后鸡蛋味也不会很重 然后也没有cheese的味道 人家呢 我听他们讲 是很很很香那种cheese味的 我个人觉得是 这个翻车是真的是 可是 它没有我想象中这样拿来吃 就是没有上次的翻来蛋糕 这么拿来吃 就感觉吃冷的那种 你们不懂 没有没有吃过一种salad 它是有那种mash potato salad 还是什么鸡蛋 salad 一样的 因为mash的时候又有一点鸡蛋 这样的salad 很像这个味道耶 它就一点都没有跟蛋糕有扯上关系 so young ok 所以这期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很明显又翻车了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会翻车 我很努力很尽力的去把它做好 因为我真的很想吃 你知道我每一次做的东西都是我很想吃的东西 可是就翻车了 我就把它当成salad 这样吃完它啦 ok 我总结一下今天这个翻车了的牛奶冰糕 是怎样的味道还有口感啊 就真的是好像心肠那种鸡蛋 你知道那种 Hardboi egg哦 饱碎它 饱碎啦 那个鸡蛋 然后是冷的那种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 可是印象都有这么一种食物 呀 就是这个很像那个 可是正常来讲它不是这种味道啦 你们去做 做好你们就懂它的味道不应该是这样啦 ok 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订阅 留言打开小铃铛咯 拜拜